行機位於黃墓的必加坊 改名為 Midtown South 是整個黃墓區近這30年來最大的重建項目 項目分為四期 分別是第一期的必加坊氣會 第二期的營會 第三期是 Bigger Circle Great Bridge 第四期就是 The Haddon 或者會有第五、六期 因為整個 Midtown South 地盤很大 預計是起九座塔 提供2,800個單位 現時推出最新的期數 The Haddon 位於紅磡黃墓街1號 提供453個單位 實用面積由223呎到430呎 涵蓋1房至3房的單位 還有一些特色湖 預計關鍵日期是 2025 年 9 月 30 日 熟悉紅磡黃墓區的都知道 這區整個搭車都很方便 附近還有一個黃墓海濱可以散步 鐵路方面可以選擇 荷文田站、黃墓站、紅磡站 一個地點三條鐵路都可以搏 而所有期數地下都會設立一個步行街 整個街區環境會變得特別不同 總括而言 醫生住行都很方便 值得一提 這個項目有999年的長期租契 即是業主只負責5%的猜獎 不需要給地租 相對來說 省了少少錢 租金那邊的租金是55至65元一呎 回報這數應該有3厘多 如果扣好所有閘費 應該接近3厘左右 算是一個市區樓的投資項目 而這個樓盤最大的缺點 隔條街就是坊間俗稱大酒店的殯儀館 都有些長生店 如果有些避忌的買家就要留意一下 所以價錢上應該有所節約 而發展商今期推出的 首批價單接近92家 市值十夜入場一房就481萬 平均呎1萬9千2 這口價一點都不便宜 但是發展商開這口價有少廣告 因為它同系列的仍然在賣 甚至是剛剛入伙的必加坊第一期 都有些貨味仍然在賣 所以它不可能便宜得太深 自己去打自己 所以定價方式 它會選擇貼回之前項目的開架 如果有些人喜歡現樓或短期留花 就買些貨味 如果喜歡現時這一期的用料或風格 就買這一期 不過1萬9千多這個尺價 在現時的市場一點都不吸引 發展商都預料會慢慢賣 同區之中其實它都沒有對手盤 還有它留花期還有一年 都仍然有一段時間可以給它慢慢賣 而這個屋苑主打就是一房 戶型設計也很有趣 很值得看一看 尤其是三房430尺可以做到三房的設計 而且看起來挺骨折 這件事是挺驚喜的 入門就沒有懸關位 整個廳都很方正 我連一個三合一的露台 用堂門 空間都挺大 放了一個冷氣機散熱器 房間的樓底 房間的樓底有3.3米高 整個客飯廳好事正 廚房就L型的 麻雀衰小 誤狀俱全 基本上桌面都夠用 用明火的 浴室就混石面 就好奇力 用淋浴的 這邊就主人婆大小小 配賣個落地窗 另外兩間小的睡房 都有一個窗 然後有個角位 可以擺衣櫃 第三間房都大同小異 都是一個角櫃 然後也有個衣櫃位 430尺做到三房 其實挺驚喜的 房間都挺方正 整個空間沒有浪費的位 實用率是拉滿的 唯一一樣東西比較小 尺價18,000多 再看一間262尺的一房 大門 然後就一致形的廚房 好奇力 客飯廳是長影的 配合一個高樓底 整體的感覺挺好 按連一個三合一的露台 一房的露台都挺大 然後這裡用拖門 這裡有一間房 然後這裡有半格櫃 200多尺的一房 其實實用率挺好的 浴室也是很豐盛的 整個示範單位我們就看完 你覺得 公價一萬九 貴不貴 我是路易斯王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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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再見